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欢迎23岁来自辽宁代业 有请小关 有请 郭女12岁来自辽宁学生 有请小郭 有请 欢迎两位 看这个小片 好像你们的矛盾是来自于异地 是吧 对 你是觉得他不在乎你了 是吗 对 说说吧 都发生了些什么 因为我们两个是异地 然后他已经毕业了 到时我还在学校里面 基本上接班的时间会很少 但是每一次都是我去找他 记得有一次我去找他的时候 我坐了特别长时间的火车 因为没买到动车票 大概坐了四五个小时的火车 去找他吧 四五个小时 特别长时间的火车 没有是晚上 但是我到地方了 就感觉他特别不开心 接你去了吗 去接我了 但是就是站在搭着那几天 就特别不开心 我哪有那么不开心的 我也就是感觉 有的时候你给我压力特别大 就你上回找我那次 你说你身体不熟 后来跟我说的 你要早说你身体不熟 我就不会让你过来了 还坐那么少时间火车 不是那每一次都是我去找你 你竟然觉得 我让你有压力了 不光是这件事 那以前吃饭什么的不也是吗 你总是说 点我喜欢吃的 我喜欢吃的 然后什么事都一直我 可能跟我自己有关系 跟你没关系 我就是觉得你让我不太舒服 让我感觉特别有压力 好像我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没付出 一直都是你付出 不是难道我迁就你 我也有错吗 你迁就我没有错呀 当然我就是感觉 你这么多长不太舒服 我对你好我也有错 我坐了那么长时间车去找你 还是你是不是 你根本就不想看见我 我哪有不想看见你 你坐那么长时间火车去 我当然开心了 当时我不是找工作 你也知道找工作 那么费贱 那么闹心的事 但是我也没耽误你找工作 我也没说你当我找工作 我说你当我找工作了 你找不到工作 那也是我的错 那为什么要把品质 放到我身上呢 我没说怪你 我就是当时感觉 我压力特别大 那我还得特意 美刀长特别开心的样子 我如果要是不去找你的话 平时我们俩就没有时间联系 每次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都不能在忙 然后发微信里 也是聊一聊他人就没了 那我确实在忙了 那我找工作 我怎么能说会面试的时候 人家在对面问我问题 让我最少我自己 我个人一万二十五期 给你回微信吧 那你最起码也会有 空想的时间来陪我吧 你怎么能一天二十小时 都在找工作 都在面试 一两时间都没有陪我 你在学校当然轻松了 我每天两三个面试 我从早上起来就得跑 一直跑到下午 我晚上回来 我就想有点自己的时间不行了 我想歇一会儿 看会儿电影 打会儿游戏 这有什么错吗 非得二十四小时 只要有空就给你打电话 不是我也没让你 二十四小时都给我打电话吧 你最起码保持 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吧 但你现在跟我就做不到 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呀 基本上是我去给你打 那谁打不一样啊 你要有空你就给我打的 不是那我去给你打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 你到底是想不想接我的电话呀 你到底想不想给我打电话呀 那我还不知道 你想不想的 那你成天在学校上课 又实习又是上课的 我哪知道 什么时候打电话合适啊 那我早就把我的课表 给你发过去过呀 你根本你也不关心 你根本你也不在乎 你也没看过呀 我问你一下 女生在她毕业之前 你们数得好吗 也就还好吧 也就还好 就话里有话呀 因为她又喜欢打游戏 又喜欢玩模型 就是把我的时间 也去分给打游戏玩模型 有的时候下班回家了 然后就还是 也是边打游戏 边给我打电话 后面就不是 专心致志地去给我打电话 那我还得总给你打电话 那我不是也控制 也给你打吗 我打游戏 我的时间还得分给游戏一半 我还没有你游戏中央啊 那你就告诉我 你又没说 你还有你模型 那一次我们俩去逛街的时候 你就非得要买那个模型 我俩因为你这个模型 炒了多少次价了呀 那我用我自己的钱 买我喜欢的东西 我有什么做呀 不是那你游戏开服了 你玩游戏关服了 你就玩模型 不是玩魔兽世界 就玩人生练盟 那怎么不管因为现实世界呀 你什么时候能多点时间 陪陪我 你什么时候 我陪你的时间 不比玩模型的时间多吗 咱俩每天都在一起 在学校的时候 是不是天天都熟悉 那不是在学校的时候吗 那你现在你都毕业了 你都回家了 那一听来的本来 就是要多沟通啊 那你告诉我啊 那每一家都得我先告诉你吗 那你不告诉我 我怎么知道 你们在学校的时候 怎么处的关系啊 他打游戏吗 他玩模型吗 他陪你的时间多吗 他在意你吗 最起码啊 在学校的时候 每天都能看见 我们俩最大能保持 每天都在一起 你能很清晰地跟他说 你想要做什么吗 我想他都给我打电话 多少时间陪陪我 好 愿意吗 直接回答 别绕 可以 你会想他吗 会 在什么时候会想他 就是找到特别累的 就想他的时候 你会采取一个什么方式 来化解自己心中的思念呢 给他发微信论一下 或者是 也就是想想 因为我下一个还有点事 所以就这么待着 我不想 每回感觉需要他的时候 才找他 所以还不如 我就自己待着 我们俩把压力待着 这不是给他 更大的压力吗 你帮我描述一下 你男朋友是个什么样的男性 好不好 就是一个 玩心比较重的人 然后他就觉得 他有压力的时候 他要自己待着 他也不需要我去陪他 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关注你吧 也算关注我吧 也就是说 你们在学校谈恋爱期间 你对他处理的所有细节 和其他女生要求的 类似于像生日啊 纪念日啊 这一系列的东西 还都是满意的是吧 不 根本就记不住 不是什么意思 根本就记不住 生日 纪念日 一样都记不住 连我不喜欢吃香菜 这么少的事 我告诉过很多次 都记不住 那不是有别的事吗 我也不是就说记不住 我记住了 我当时没法给你挑 那么多人在那儿呢 你给我夹的那个菜里头 基本上全是香菜吧 那菜里边本来就有香菜 我当时一个给你挑出来了 不是 那你就应该点菜的时候 你去告诉我呀 你不要香菜呀 那人家那么多人在那儿坐着 那总有吃香菜 我不能就说为了你 然后忽略其他人吧 加菜事件我们知道了 他记不住你生日 肯定很多女生要求的 形式化的东西 他都记不太住是吧 对 因为我们俩现在 这是一年多了嘛 我一共就过了两次生日 然后他第一次就没记住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 我就提前一个礼拜告诉他的 然后他连给我买 生日礼物的时间都没有 他根本就没给我买生日礼物 那我不是放花花吗 那非得买礼物才算买吗 才算过生日吗 不是 那哪个女生不喜欢浪漫的东西啊 哪个女生就喜欢 男朋友给她过生日 过节就发一个红包就行了 那我之前问你喜欢什么 喜欢项链吗 你说项链不好看 喜欢玫瑰花吗 你说大家都买玫瑰花吗 还买玫瑰花吗 那我又不知道送你什么了 我只能放花花 那你怎么记忆记我喜欢的东西 记忆记我的喜好什么的呀 那你又不说你什么喜好 我每次拿一个东西问你 你都说不喜欢 那我希望你自己去看见呀 那你说 你不说我怎么明白呢 就准备红包这种事情 就是最简单的了吧 你又不用去准备 你也不用去享受什么 你就直接到那个日子 到那个点 你直接给我发过来就行了 那总比不错好吧 不是 那我又不缺你点钱 那我想要什么 那我拿着钱自己去买 那我钱买多了呗 我干嘛要拿钱买呀 就是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 跟他在一起年多 他至少能够知道 这个女生大致的一个喜好的偏向吧 就是我 那你能明确地告诉我们 他最喜欢什么吗 他能明确地告诉我们 你喜欢游戏 对吧 你喜欢模型 那他喜欢什么 他喜欢宠物 猫 狗 这些 那这是太明显的东西了吧 还喜欢什么 这么说吧 他不喜欢什么 他不接受什么 我就知道他不喜欢吃香菜 其他都不知道了 那叫忌口 你喜欢这师妹什么呀 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 还有吗 还有就是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相处有点时间 感觉人还可以 还有吗 主要是后来我有点喜欢 一点喜欢的 一开始并不喜欢的是吧 对 一开始并不喜欢的 对 后来才喜欢的 后来才有点喜欢 那毕业之后 怎么看这段大学里面的情感呢 我觉得大学 发展这段感情特别好 大学比较适合 比较适合这个意思 就是比较适合谈恋爱 你心里现在还有这姑娘吗 有 是想怎么打算和规划的呢 其实 我当次快毕业的时候 我没想谈恋爱 但是我觉得她特别好 我也喜欢她 后来我觉得 可能有机会走到最后结婚的那个人 但是 现在好像有点不太对 姑娘你对你们俩之间 有什么打算吗 未来 我其实一开始挺想跟她走到最后的 但是 她现在变得就越来越多 然后 也不像一开始那样了 所以 未来到底有什么打算 我也不知道 女生给我们最多的表述是变化 那这个变化和不对劲的背后 到底藏的是什么 我们请老师帮你们都翻译出来 来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分圈 我说在我们很多的亲密关系中 其实两个人之间 他们合拍 或者说两个人待在一起 不一定是合适 有可能正好是个相反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对小年轻 就是一个依赖性很强的人 碰到一个反依赖的人 一个情感上面 特别需要依恋的人 碰到一个疏离的人 男生现在目前为止的话 其实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边 他外面没有人的 我指的没有人是什么呢 别人对他好坏各方面的东西 其实他觉得是你来打交舞 我想待在自己的世界里边 游戏就是自己的世界 当我们现实中间 有一些挫败的时候 更容易逃到游戏里去 是因为游戏可以随时重启 我可以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 然后我想成为王就是王 而且在那里边 变过得很快 所以游戏是给我们 虚空的人生中间 带来的一个异点源 因此在这个关系里边 我认为头七左号 可能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得到 一个是因为女孩子 是需要更多的关注的问题 他需要的是精心时刻 哪怕你们两个人 坐在那不说话 面对面看上个五分钟 可能对你们来说太难了 没办法做到 那么男孩子要的是什么 可能在现实挫败中间 他要保护自己一种 无所不能感 所以他逃到了自己的世界 我是很少给人建议的 就是在这里你们要谨慎地 思考一下 是否还值得继续下去 就是这样 好 谢谢胡老师 来 胡老师 好 姑娘 你累了吧 一个男人有没有才华 有没有艺术气息并不重要 他把把把你当回事最重要 举个例子来说 一个人要洗澡 于是要向冷水里掺热水 热水掺进冷水里 就变成了温水 温水慢慢地又变成了冷水 但这个时候你如果要把水 再参照适合你的温度 你就要加入更多的热水 但如果你不加 你又觉得可惜 前功尽弃早洗不成了 你又必须得加 这大概就是你的心情吧 你就是那热水 他的就是那冷水 你说你何苦来呢 满场下来 所听到你们的前台词就是 你一直在说 求求你爱爱我 他在那说 嗯 看我心情吧 你觉得这恋爱谈得有意思吗 你对他抱着幻想主义 他对你抱着物实主义 你们怎么可能在一起 想当初在学校里面 一直以来是你在热情地 维持这段感情 现在一旦分开之后 眼瞅着他就要熄灭了 如果不是你在这还挣扎着 他估计连到这都不太想来 你又是何苦呢 你说说你自己的真心话吧 待会60秒的时候 你可千万别说什么 我心里还想你还爱着 那才叫遭人恨 你要是真的能够说出一句实心话 感谢你陪伴我的这段时光 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内心深处 没怎么喜欢过你 发红包算什么 去懂一个人本身是一种快乐 去揣摩一个人 观察一个人是一种快乐 当你偷偷地去看看 他的购物车里面 有多少东西没结账的时候 当你偷偷地把他 经常目睹过的一些礼物 把他轻轻地放在他的包里面 让他看到之后 有一番惊喜的时候 你内心是一种快乐 你根本不想这样做 你又何苦耽误别人 你为什么要一盆盆冷水 把别人的热火给熄灭呢 你为什么要干这种残忍的事情呢 怎么生活是你的权利 但一次又一次 浇灭别人的热情是一种残忍 你该干嘛就干嘛去好吗 听明白了吧女生 别自找没去呢 你又不是没人要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这话其实在不经意间已经说出来了 你开场说的那句话最真 你对我那么好 我会有压力 是他的良好 好了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好好地交流一下 也许是最后60秒的一个交流 也许是最真挚的60秒的一个交流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60秒 明天 其实 我觉得我舍不得你 就算我之前没有 对你那么好 没有关心你 我想在我以后 能有个机会去补偿你 其实我还是很爱你 我想要的根本就不多 就是一天亮 我就想让你多点关心 多点在乎 我只是想要一种安全感 我觉得我们俩还是 不难得考虑考虑吧 我觉得你不会赶的 不会的 再给我一个机会 就这一次 结果还是在你们自己的手里 生活的权利是你 还是那句话 你自己也想清楚这件事 重点是女生要想清楚 就好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都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说了这么多 当然要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 究竟是什么了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